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拿起手机 扫描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一同过生活 我们要来聊聊脑力全开有效学习 主要是因为 哇我们现在已经11月多了 其实距离到年底 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大家可能都开始在盘点一下 这个今年呢到底年初所做的计划 有没有达到 那或者是对于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展望 有没有想要在这个岁末年中之际 来为自己盘点一下做一些新的计划 让自己的记忆力变好一点吗 或者让孩子的读书效率更好一点 让自己在明年 尤其现在看起来明年景气都不太好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正要做的就是投资自己 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岁末年中 来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今天我们就请到提升记忆力的专家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的Richard 张理事长来分享 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记忆能力 展望未来 让我们的荷包可以更满 欢迎张理事长 是的童文好 还有我们非典听众大家早安 好 对其实国内外的疫情 真的已经差不多完全要解封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从昨天开始也不用再量体温了嘛 所以开始要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但是你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我上个月双师节的时候 我曾经抽空到北中南 我各办了一场免费的提升记忆力 还有轻松记英文单字的一个演讲 结果全部爆满了我们非典听众超级多的 尤其是台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特别安排这个周末开始 再次针对我们各地非典的听众 再办一次免费的四万教学 这个周末 对包括这个周末在台北 就11月13日 这个礼拜天在台北我们协会教室 下个礼拜会到台中 然后之后因为我要去日本 所以要等12月的时候 会到新竹台南高雄各地的外贸协会 都会有特别的一个免费的四万教学 当然希望对听众朋友有帮助 因为我每次有办这样的演讲的时候 非典听众都特别多 特别多 那这里我特别提醒一下 这个我们提到老力开发 其实呢 现在 老力开发本来就是希望大家 记忆力提升 然后小朋友把书读好 职场上不用讲 就是各种资料记得很多 ok 那我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我发现非典很多朋友的小孩 就是从幼稚园或是小学都读私立学校 有的还读前美语的 所以他们将来就要准备考诗中 那多数的学校明年度呢 就不再用纸笔考试了 他们改成面试 只要面试就好 你是说考私小还是考私中 考私中 真的啊 也就是说 不会再要你再考当场考数学 考英语 不这样考了 不 明年度开始不要了 很多学校 不是百分之百 大部分都不要了 那像我小孩以前读台中小明女中 小明女中第一个宣布 明年度呢 不考比试 改成两次面试 注意下面试是两次哦 两次面试 对两次面试 那所以变成说 你小学的成绩也要不错 他审核才会通过嘛 那接下来就是当场的面试 那这个呢 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本来三年前 民国108年的教学课纲 当时是针对高一到高三的学商 除了考试成绩之外呢 还要有这些被审资料啦 面试 就学测完之后 不是要参考资料 就是要面试嘛 那现在呢 私立学校已经下修到小学一年级了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我发现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孩子 像我这两天我特别整理一下 我们学会呢 很多在读私立学校的这些学生家长 我指的是非得的学生家长 有康桥的 维格的 靖心小学 再兴中学 父兴中小学 台中的长春堂 明道普林斯顿 华盛顿中小学 还有各地的华德府学校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孩子呢 平常的一到五 已经被塞满了这个上课 你知道塞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的甚至于晚上九点或九点半才回家 就是被强制在 当然不是所有学校这样 很多学校都是这样 孩子呢下课之后留在学校自修到晚上九点九点半 好 那这个有个大问题了 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接触其他东西 教育制度改变之后呢 就有个大问题 就是说 你都要面试的嘛 改成面试 所以你没有时间去学习这些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那这样的话 对于新的生学制度的话呢 你将会丧失掉竞争的优势 所以呢 我刚刚特别提到北中南各地我会再办一次呢 如果家长你不了解 像上一次 我就有一个台北的 读就其中一个私立学校的家长 爸爸是医生 那就当然很忙嘛 妈妈呢带着两个孩子 带着两个孩子 就来听我们演讲 她告诉我啊 根本就没有时间 那边连假日都排满的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学校一到五排满 然后呢 怕孩子输给人家六日呢 家长再排 所以政府要考试的这些要求呢 你变成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让孩子去改变 那这种生学的方式呢 也因为这样啦 所以后来我们有来学过脑力开发的大小朋友呢 我都会发给他们结业证书 为什么你多一张别人没有的证书 除了你就多一份竞争力嘛 更何况呢 你协会的这些技巧呢 你成绩还是可以快速进步 那至于呢 提升记忆力呢真的很简单 只要记忆过程有逻辑呢 其实都很简单 像英文好了 像英文来讲 我们就有一位 念成功大学的赖同学 他毕业之后呢 需要到美国读研究所 可是英文成绩不好耶 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跟协会的英文主任 接着敏教授呢 请他跟他沟通 结果发觉就是实际用背 然后呢 单字背了就忘 忘了再背 都是一直是这样 所以后来经过沟通之后呢 他两个月时间 英文多余从435进步到685 进步了250分 然后今年已经考到815分了 所以其实只要你可能改变呢 大家都可以办得到 那至于明年度想要多赚钱 那真的要改善我们的能力 其中呢 对从记忆能力开始 那是最简单的 因为记忆有逻辑就记得住 我们就有个金控公司的乡离 也就是这样 因为呢 他不善于表达沟通 然后自己记忆力又不好 所以呢 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升上去 所以我先讲到这里 就是前面先讲学生的部分 那那个有兴趣的朋友 这个周末台北就有 那现场我会教你呢 至少五分钟记下 十到十五个以上的英文单字 你可以现在就打电话 到我们飞碟电台来登记 02-2369-963 通过生活 我们的主题是 脑力全开有效学习 今天在现场的是 中华全脑开发技艺协会的理事长 张生宽 张理事长 张理事长上次在十月份双十假期 他牺牲他自己的连续休假 为我们的这个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办了北中南的讲座 免费讲座 结果场场爆满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哇真的是收获良多 我本来以为 谁要连续假日去上课听讲座 没想到场场爆满 可见我们飞碟的听众朋友 真的是非常的上进 我只能这样说 而且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一样 对 那刚刚里长跟我们讲到了 以学习的层次来说 未来在接下来 如果说你想要上私中的话 其实不是只有私中 好早了 理事长就跟我们说了 2025就会变成 2030前美与国家 双与国家 双与国家 对这些其实都是 从理事长这边我们才听到说 原来是教育理事长非常注意 这个国内的一些教育改变的变革 对对对 所以除了这个学生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上班族 因为所有的指标都告诉我们明年景气更差 好没有关系 我刚才上一段 因为我们节目进广告 我电话没有报完 是非得电台电话是02-2369-9630 2369-9630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进来预约 然后或者因为电话就这一支 也欢迎你呢 就直接到网路或是脸书呢 搜寻中华前老开发记忆协会 协助的协 就是因为这个周末也有讲座 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会再告诉大家讲座的时间 好那你刚刚讲说就业的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 因为成年朋友呢 有些要考国家考试 这也是就业 那我给他查了一下呢 我们今年一整年放榜的这个国家考试呢 总共有陈、陈、陈、淳等58位同学呢 都顺利考过高普考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正在还在读政治大学的张宣峰同学呢 他最近上个礼拜放榜的 这个国贸局的考试 他也顺利通过了 他还没毕业就考过了 对对对对 那其实国贸局的考试很关键的是面试 你前面的考试 考英文考什么之外呢 很重要的是面试 因为你国贸局要派到国外去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些能力那就很严重 OK好来 那所以呢 其实想要考试也是一样 那有好的这个语言能力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包括就是英文日文什么文都好 更重要是表达沟通 把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 这个能上来收入当然就会增加 那怎么写好英语 我刚刚有临时带了一句话说 其实现场说明会呢 我就会利用10分钟 让我们所有的非得大小朋友 7岁到70岁都一样 可以呢 让你呢 至少记下10到15个以上的英文单字 我只要用5分钟时间 用对的方法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 记下来的东西 不要忘掉啊 不能忘掉啊 那一般人 我们怎么改善 这个记忆能力呢 其实就是有逻辑的思考 那逻辑思考 要不要花钱去学呢 根本就不需要 你现在就可以做 学会左右脑兵用就好 你吃饭刷牙 右手习惯的东西 你可以改成左手来做嘛 对不对 因为左脑控制身体的右半边 右脑控制身体的左半边 我们只要能左右脑并用 做任何事情 稍微交换一下呢 随时刺激你的左右脑就可以了 我们以前一直有一种说法 听说左撇子比较聪明 对 没错 没错 理论基础在哪里 因为我们左脑的记忆容量 只有3万MB左右 右脑的记忆容量是30万GB 那什么意思呢 右脑控制左手边 所以左撇子 对不对 对 那他的记忆容量 以3万MB跟30万GB 是10240倍 那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叫达文西 这书上这么写 OK 他的头脑只用7% 所以像我的年纪 我可能用4% 同文比较年轻可能用3% 我可能只有1% 你客气啦 你客气啦 1%留给孩子 好吗 OK 所以我们只要各位朋友 只要学会左右手并用就好了 来听免退员讲 我现场就会教大家 好 还有 就还有很重要 就是第二个专长培训 我刚刚有讲 我见所有的指标都指向 明年的景气会不太好 而且大家知道就是 之前我们有聊说 大家都去送外送 有没有Uber 最近又变少了 因为他们说好像制度改了 现在赚的也没有之前多 比较少了 所以越来又 这个外送员的数量又变少 那大家到底要去哪里找剪裁 其实是这样 像最近我发现 我们协会来的不少的成年朋友 他们都跟着流行在写ESG 那就是永续经营 他们都去学习这个东西 然后永续经营 其实在企业界蛮流行的 那还有证照 他们在学这个东西 可是呢 学完了所有整套东西之后 你发觉 他根本就不敢讲话 一上台就完蛋 你知道吗 一上台就讲不出来 所以他们到我们协会来 寻求再提升记忆力 寻求表达沟通能力的训练 那我们协会因为景气 也就是说疫情差不多解除了 所以我们前省各地的教室 台北 桃园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还有国外的教室 其实基本上全部都恢复正常上课 那我们老师不够 所以我计划利用半年时间 培训全台湾各地 20位假日兼差的脑力开发讲师 把记忆跟沟通表达能力 还有讲话的技巧 最重要是公司主管最需要的 简报技巧 因为当主管一定要会简报 对不对 还要在舞台上还能够 能够在台上很轻松的站在台上 所以这个学完之后 不但你可以到我们协会来建材赚钱 当然在职场上 你可以在事业上有竞争能力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鼓励 我们60岁以内的年轻朋友 趁着年轻有时间 学经历都不重要 因为头脑大家都没用 赶快培养这个第二专场 头脑大家都没用 都没有用 就像我60几岁 我觉得我只用4% 对不对 就像你科技上 你用1% 对不对 所以多拿个1% 出来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 训练完这个第二专场 我一样 协会会发给你 讲师的节约证书 你也可以到自己公司 去增加一个机会 然后呢 外面兼差 当然最重要 是希望能够到我们协会 来帮忙兼差 那我们协会兼差的钱很多 我们一小时 可是800块钱以上 这真的是佛心来的高薪 好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其实 因为我们课大概 其实很多人就想说 来脑力开发学习 是不是又是补习很累 不对的 因为 学习脑力开发 绝对不要密集的上课 所以呢 大概原则上两个礼拜 来上个半天就够了 两个礼拜半天 甚至有些朋友比较忙 算你一个月来一次都没有关系 你把东西协会了 对 回家应用 如果成为讲师的 我就会请你说多上几次课 嗯 你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写 就要教书 对不对 我们会彻底把你教好 嗯 太好了 那所以刚刚前面有讲到 就是在这个周末呢 呃里长又会在北中南 亲自的来举办免费的视听讲座 由他来主持 那这一次的呃地点啊时间 可能要赶快跟大家分享 OK 好三个钟头的演讲 只针对啊全国各地的想改变的听众 非得的听众啊 那又非得听众很多 尤其台北特别多 嗯 台北超级多的啊 嗯 那而且呢特别爱学习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啦 想要增加收入啦 让孩子读书呢更有效力 我们就赶快采取行动啊 台北唯一的一场就在这个周末啊 嗯 那现场呢我会直接教大家 怎么样透过正确的脑力开发呢 的方式来记下大量的数字 大量的文字啊 然后还有大量的英文单字 尤其呢我发现很多家长呢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呢 要么就过洞 要么就是胎自闭 你知道吗 那家长都把孩子守在家里 不让他出来外面 因为怕 过洞的怕吵到别人嘛 嗯 那自闭的就怕就是安安静静的啊 其实呢我们 我当理事长这几年呢 我们北中南各地训练了 不少个这样的孩子们 嗯 为什么会自闭 因为不好玩嘛 读书不好玩 所以他就不想读书嘛 嗯 对不对 但如果你发觉说 透过脑力开发 再寄东西呢很简单 他就会好玩嘛 就说我常常有时候跟家长说 他说他的孩子真的不行 就是坐在那边发呆 要不然就动的 动来动去 动的要命 根本控制不住 这个都很正常啊 都很正常啊 以正常孩子 动来东西也是正常 我就反论你去 你如果给孩子玩电脑 玩游戏 他会不会坐不住 不会嘛 是不是啊 三个钟头他照样在玩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因为 传统的死寄英背的方式 去寄东西呢 你寄不住 真的 孩子都受影响 那大人朋友背英文单字 那更不用讲 市面上 市面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让大家呢 花很多钱去买教材 然后呢 看一个礼拜就不看了 为什么呢 你会发觉 寄英文单字本来就很辛苦 然后呢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图像英文 有沒有 好 你还要再先寄一个图 再回来 回来英文单字 再回来中文 那当然太累了嘛 你当然就更学不会 那如果你能够把技巧协会呢 其实就算你需要用到图 也是自己来就可以了 自己来 那你自己发明的东西 当然就没有问题嘛 OK 好 那那个时间会是在 11月13号星期天 早上在台北 我们协会西门町4号出口 捷印4号出口 尽量 尽量 因为现在外面的停车会都很贵 超级贵的 如果北部的朋友可以 搭捷印过来最好 因为就在捷印站出口 对捷印出来嘛 博外路路口那里 就在那里 好 那你搭捷印又便宜 然后又不会 又不要花那么多钱 那下个礼拜呢 会在台中 那之后 因为我要回日本草稻田大姐去呢 所以呢 台南高雄 还有新竹呢 那就会在12月初的时候 会举办 那 特别提醒一下 现在就要先登记了 好 然后尤其呢 非得有很多的 自己创业的个人工作室 或中小企业的老板 或老板娘呢 其实都好内向 超级认真的 比方说 有时候呢 我请他们写个资料 老板娘呢 她明明就老板娘 她就写个会计 我知道了 会计最重要 你在管好不好 很多公司的账都是老板娘在管 对对对 没有错啊 老板娘自己想突破 可是她突破不了 因为没有环境给她 所以她就更需要学习 那台北就这个星期日 唯一的一场 西门捷運 4号出口 那当然呢 我欢迎如果你重视孩子的教育 因为教育政策改变嘛 那欢迎你带小一以上的孩子 一起来学习 那现场呢 我会让他们利用10分钟时间 我帮你证明你的孩子是天才 好不好 她可以在10分钟之内呢 寄下大量的东西 那之后再去慢慢调整就可以了 好 那我保留现在打电话的各场次呢 大概20位左右的听众可以入场 免费入场 那先登记额满就结束了 那想改变的朋友 我再强调一下 现场可以教会你 当场记下大量的英文单字 而且不会忘记 那数字文字也是一样 那我们非得的电话呢 是0223699630 23699630 请你现在就打 尤其这个礼拜的台北厂 人数可能会太多 所以你尽快打 那年轻朋友就不要跟长辈 争这个电话了 请你直接到中华前老开发记忆协会的 脸书或者是网站 直接登记就好 我们就从这个周末 开始改变你自己 甚至于改变你的孩子 我们现场再来讨论 这个周末的时间 其实对于家长跟小朋友来说 是蛮好的 为什么因为这应该是没有考试的 就是那个期中考的部分已经 第一个是小学的期中考应该已经考完了 然后另外就是国中虽然是三次月考 刚好也是在这个月考之间 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碰到 刚好下礼拜要月考啊 这个周末我们就要那个在家里面苦读啊 那其实这个礼拜是个蛮好的时间 所以大家都可以欢迎大家北中南三地 再帮这个大家来review一次 11月13号在台北 11月20号在台中 之后12月会在新竹跟台南高雄各地的外贸协会 那大家可以现在就打电话 02-2369-9630 2369-9630 或者是直接到中华全脑开发技艺协会的 脸书跟网站来登记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张理事长 也期待这个周末跟大家的见面 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